还有几天就马上过年了 我们做年月饭了 千万不能少了这道滋补又暖身的羊肉包 大人小孩都非常的爱吃 今天我们买的是那种山羊啊 没有什么肥的的啊 肉汁也比较好 买回来了给它搓一下水 然后呢 把那个浮沫给它撇起 一定要把那个羊肉给它冲干净洗干净 这样才好 然后我们起锅烧油 把那个姜片切厚一点 一定要把它炸黄炸椒 这样煮出来才香 那你们看一下 煮这个样子就可以给它起锅 然后我们过中不用放油 把羊肉放下去 把它水气给它炒干 接着我们连入高度白酒 然后我们使劲的给它翻炒 然后我们把那个炸好的 那个姜片给它倒下去 继续给它翻炒 翻炒出香味以后呢 我们加入那个开水 叫那个18岁的小姐姐 搞点开水过来 今天我们做的是清炖的 两片白纸 一片橙皮 两片香叶 然后加少许的档生 档桂就可以了 一定要打火把这个汤冲白了 再稍微来点芝麻酱 看到没有这个汤 已经非常的白了 接着我们就可以上高压锅 下入白萝卜 高压锅压个15分钟到18分钟 就可以出锅 我们调入一点甜味 胡椒粉 给它一起放入高压锅压 压18分钟 起锅的时候呢 我们直接拿个沙坡 给它包一下 把它清一下大蒜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